有没有想过几十万就能在深圳买到楼? 而且还要有交通、有配套、有人气 让我讯判王Andy介绍几个讯判给你吧 超人气楼盘京畿100地标品牌 位于深圳最低水区域之一龙江 深圳地铁14号线快速贯穿罗湖福田CBD 8站罗湖、9站福田 总价最便宜63万起 绝对是便宜深圳 位于深圳北高铁站 赶人寺爱兼人气爆灯的Costco、三母 一方天地和百号仓通通都在你家附近 还可以极速回香港和畅游整个神州大地 首期36万起就可以买到这么精彩配套的物业 位于海天一色的盐田 海鲜街、大小梅沙旅游资源极之丰富 轮近连堂口岸 轻轻松松坐地铁就可以回到香港 现在首期不用50万 就可以买到一间大大件的福息单位 环宇顺盘深圳免费看楼团天天出发 无论一手还是二手 我们都会私人订制最适合你的行程 助你轻松置业大湾区 帮我们无后顾之忧 我们尖车接送 和快点打电话给我们报名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环宇顺Pool & Andy 今天我带大家来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 罗湖的地王大厦 但不是看地王 我们看地王大厦旁边的领寨一号 之前都带大家看过 今天为何我会再来过 是因为未来国庆 发展商有推荐 一口价 军价三万六元 包装收和全屋家电 之前我们看的是一些小单位 今次我们看过大的单位 71平方 我们看这个单位之前 我也想谈谈交通和配套 虽然大家肯定是很熟悉的 但也想谈谈 如果我们坐车过来 怎样 假设你在罗湖关关 你可以选择地铁、巴士 地铁的话 我们就坐两个站 来到大剧院站 即是万丈城的站 D出口 出了地铁站后走过来 大概两分钟左右 便会到我们这个楼盘 又或者你坐巴士 亦有几条线都可以到 10分钟左右的车程 很方便 这个就是交通 至于配套 不用说 这个配套是无敌 黄金配套 旁边就是东门 对面马路就是万丈城 还有地云下有一个商场 然后前少少就是KK Mall 即是京畿100那边 所以基本上 你住在这里 就完全不会满 很丰富、很开心 这些商圈 全部都是说 10分钟之内走路 你都可以走得到 事不宜迟 都不想阻止大家 不如我们直接去看这个单位 我们进来这个单位 现在单位是71平方米 其实70多的单位 在这个物业来说 其实是少的 因为它主要是细积为主 是39或43平方为主 70多是买少见少的 最大的那间78都已经是卖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一间 是第二大的 71平方米 现在暂时来说发展商 什么装修都没有 但是到时 如果你买过之后 发展商会帮你装修 我们就看看这个位置 先看看这个位置 门口就是这里 进来这边 你可以做一些鞋柜 这边就是洗手间的位置 看到面积其实都够大了 到时做一些棋杆 马桶那些都可以立即用到的了 再看看这一边 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厨房的 可以做一个open kitchen 这边就是饭厅客厅的 开间都够阔的了 这边就可以做一些房的 一间房还是两间房就自己决定了 好 那我们再看看观看 现在我们这个方向向西的 看回福田和南山的方向 我们对面的就是地黄大厦 大家都很熟的了 罗湖的地标 接着右手边那只就是京基100 现在是罗湖的新地标 下面就是KK Mall 接着再过一点 有些树那里就是荔枝公园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公园 接着我们的左手边 左手边 斜对面马路的 就是万丈城 那个镜头看到吗 Kuchi 那里就是万丈城 接着隔离就是书城 那我可以够胆说 这个位置在罗湖是最黄金的位置 好了 单位我们就看完了 那我就说一说这个单位的价钱 那现在这个单位 你预算的总价是大概255万左右 军价就是36,000 包含这个装修和家电 全屋家电 那如果你说租的话 可以租到大概11,000元左右 那我查过的了 因为附近有个叫国畜中心 再北上一点的 这个位置没有我们这里这么漂亮的 那同样有一个两房的单位 都是71平方的 他们租近是可以租到11,000元的 那租金回报你大概预去5厘左右 那我都觉得OK的 那如果你说 欣赏不想那么大 想八几万有没有 这里还有的 有些八三四万的 39平方和43平方的单位 那些是小积来的 一些开放式的单位 单身公寓那样 大陆叫 那些还好租的那些 那些领域大概是四五千元 完全是没问题的 大家都是觉得 百几万不想 那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 以下100万的 有的 那盐田有个中通永安大厦 那个是福息 那你也是坐多几个站 那就可以买到便宜很多 但是面积又大很多的东西 再便宜一点的还有没有 还有 我们龙江有预警回到 六十几万已经有交易了 都是福息来的 所以就师傅 你想要些什么 如果你一定要 这么好黄金的位置 肯定是这里 如果你想说 不介意多买几个站 有地铁就可以了 有配套就可以了 其实中通永安大厦 和这个预警回到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Under 100万都已经是有交易 所以如果对大家 我所说介绍的楼盘有兴趣的话 可以长时间联络 我想问Annie 那我们今集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集见 好吗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